你把它改改用什么呢 用另外一个函数叫indirect 把它换一样 indirect好了 也许你复制一个来做修改 那修改的话呢 这边如果我用那个是index的话 那我要用indirect 其实概念都差不多啦 等于复习一下前面讲过的 那indirect它其实它的概念 如果你忘记也没有关系 基本上它实际上就是抓什么 抓一个文字 比如说我今天要抓B2过来 但是就比如说你点选B2的时候 记得前后一定要再帮它加上双引号 否则会出现抓不到的问题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它一定要是一个test 一个文字 你不能给它一个B2它看不懂 那按确定你会发现 一样会把资料带过来 那所以基本上后面的一定是 B2B3B4B5 有没有发现 23456789 不就跟刚刚那个逻辑还蛮像的 所以我们只要怎么样 把后面这个东西变出来之后 再跟前面 因为一定都是B来 串在一起 向右向下 不就搞定了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先怎么样 先把刚刚的这个地方 Column跟Row这一串 这个做过了 那你可以把它拿来用 改一个地方 这边的话就把这个拿来参考 应该可以看懂 那打勾之后它当然 后面这个了 这个乘多一个 那不过它是1开始 那我要2开始 所以怎么办呢 减掉多少 有没有 Column这边后面本来减掉3 那我们减掉多少 减掉2就好了 有没有 其他都一样 2开始 其他向右 向下 到33 OK 这样就完工了 应该没有问题 我只是改一下 刚刚Column的部分 改成本来3改成2 第二个就是 再把这个公式怎么样 复制或减下也可以 插入到那个 我们的检视与参照 最近使用过的 Indirect 里面的话 记得是B栏 所以一定是个文字 And 串接 再把刚刚的东西贴到后面 那这别注意哦 因为呢 刚刚的东西回来的 它一定是一个数字 可是数字如果遇到And的话 会自动在 这个数字会自动怎么样 帮你把2 假设2对不对 遇到And的话 会自动帮你转型 转成这个2 然后跟什么 跟前面的B 串在一起 就变成B2了 OK 应该可以懂了 因为很多同学 不知道为什么 奇怪 老师刚刚不是数字吗 怎么一下又变成文字 其实主要是因为 Excel太贴心了 他已经帮你处理过 但他又不告诉你 所以这个概念有的话 我想应该比较好理解 用理解的 好 那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我们向右 向下 然后快速的栏宽 刚刚同学问 如果你要快速的把这四个栏宽 设定成最适当栏宽的话 其实有一招 常用里面这边不是有一个档 格式的自动调栏宽 但是你要切切切很麻烦 所以刚刚有同学问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是选这四栏 在其中一栏的 这边点两下 这样就可以了 你就不用在那边切切切切切过去 这样这一招还蛮好用的 OK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我如果希望去掉前面的东西 那跟刚刚一样 不过我好像在云端上面 有补充了 其实除了用什么 用那个 用MID之外 其实你可以用什么 用REPRESS 那REPRESS实际上它的 作用是 把前面几个字删除掉 的意思 OK REPRESS NUTEST这边是 变成双以后 意思是去除 那比如说我想要去除几个字的话 当然这个地方呢 假设我们MID你已经用过了 我们换一个方法 用REPRESS好了 那REPRESS的话怎么做 一一样把这个公式剪下来 插入到文字里面的REPRESS 顺便多学一个 REPRESS 取代函数 那取代什么呢 你原来 ODER TEST是你原来的 那个字串 然后呢 从第几个字 我要从第一个字开始帮我删除 其实取代在这里的用意是删除前面几个字 那我从第一个字删除几个字呢 删除12345个字 那五个字跟什么有关呢 跟上面这个有关 有没有 把它加一不就好了 因为它有四个字再加一 刚好删掉五个字 所以呢我可以怎么打 LEN 前刮弧 上面的东西 后刮弧 再把它加一 三五个字 那三五个字的话 意思是说取代 有没有 变成什么 双引号 这样就取代 那一样 等一下会向右向下 所以你可以把一 把它加一个锁 这样就OK了 然后replace 算起来 这个跟MID的结果会一模一样 不过哪一个简单呢 好像MID的比较简单一点 因为MID的只有三个条件 这边有四个条件 所以不过多一招啦 至少你知道我这个东西啊 以后如果说你要用在别的地方 至少你是有招的 不要说你都没有招 所以其实呢 东西就是多学 但是是活的学 以后的话想到可以试试看 像我每一种方式尽量去试 可能我试过了好几 好几种方法 最后留下最简单的那一个 所以刚刚为什么先讲MID 因为那个 没发现是最简单的 所以先讲 再来讲第二种 可能还有第三种 第四种 不过后面太麻烦了 我就不讲了 所以我就尽量讲一个简单一点的 各位用理解的 这些都不需要去背嘛 你看 所以我说 只要前面的东西看得懂 后面该填什么 应该都很了解 都很快就可以把东西填上 按确定 然后向右 向下 OK 那这样的话 并且把他们篮宽呢 再重新调整一下 这样就OK了 应该没问题了 然后呢 这个做完之后 这个Indirect Repless 再把它 其实为什么要讲 那个Indirect 其实主要 这Indirect函数呢 跟VBA里面的Range函数 还蛮像的 所以其实这边的概念 几乎可以整个搬到VBA里面 所以如果你这边会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个概念 搬到那个VBA里面 就可以变成下一个阶段的 先输出2到33 再输出这个东西 再去除 栏名 再清除 刚刚一模一样的流程 只是我要把它转成VBA 怎么做 Indirect变成Range就可以了 OK 所以以后 当然我尽量是用比较简单的方法 我们主要是希望说 你会函数 那你也可以把它过渡到VBA 所以以后函数谁不会用 都会啦 可是VBA 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有一个阶段性的 这样以后的话 学起来会比较轻松 所以请各位 试一下Indirect这部分 再想想看VBA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